好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是看到刚才的第一场男单的比赛 陈龙跟张维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是女子单打的比赛 奥运会冠军李雪瑞将会对阵日本的一个小将 其实说起来呢 李雪瑞也是小将 他今天迎战的这个对手 佐藤沙野嘉 我看到资料他是1992年出生的 但是李雪瑞其实也就比他大了两岁都不到 李雪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成为了一种现象 就是这种黑马没有黑成这样的 从一年前奥运会之前不到十个月 还估计还没多少人知道他 到最后夺得奥运会的冠军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作为一个之前的一个队友吧 虽然你们可能年龄有点差距 不是那么熟 但是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李雪瑞 其实我就 他我来说说他拿奥运会冠军的那个心态 如果我是就我运动员 我来想的话 我去参加 我对自己的一种 就是我只想一尝尝把他打好 我没有想过我最后会去拿这个冠军 所以说他这样子的对他的奥运会毕竟压力大 从睡眠来说 从整个身体的状态的激连来说 他相对还是比其他运动员更放松一些 因为到最后他决赛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有可能是王一涵是冠军 因为是王一涵旗也可以说是一匹黑马 因为他在连续的欧洲三战里面全部拿冠军 这在历史以来 吕丹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在奥运会决赛当中 他想法越少 越有利于他的发挥 其实对于做任何事情 但你想法越少的时候 我觉得成功率都会大一些 比赛的结果往往会影响你的干扰 但是从他的比赛也可以看出很多运动员 因为在04年雅典奥运会回来之后 我问过包春莱 我说你参加奥运会之前是怎么想的 雅典奥运会之前 包春莱当时就说我去的时候我就想拿冠军的 首先我惊讶于当时他的想法 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的抢手 当时林丹和包春莱他们还没有突破陶菲克 当时陶菲克应该还是比较大的热门 再加上还有很多老运动员 当时包春莱说他在去奥运会之前想拿冠军 我当时首先惊讶于他有这个志气 但是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也使得当时他背上了包袱 包括林丹也是当时第一轮就输掉了 可能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其实当在大赛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运动员很辉煌或者很精彩 在场上发挥的一切的水平 其实他在下来的时候 特别在晚上睡眠的时候他会很有压力 经常会睡不着觉 所以说其实 这个故事我听说好几个了 对睡不着 就从悉尼奥运会开始 咱们羽毛球队的悉尼开始到雅典到08年都有 对其实这就是一种金牌给他的一种压力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大赛当中我看到 我觉得也是奥运会的决赛也好 还有一些大赛的决赛可能是这个运动员一生当中 除了08年奥运会 林丹那个确实打的是非常精彩 对 但是可能大多数情况下 这一场球可能都是他的水平打了六折 甚至是七折的这种状况下 头一天都是没睡好觉 对特别是在大赛的情况下 对于水平的发挥 其实就是看他在 他的休息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他休息不好 他的整个精神状态 或者生理的就是消耗就会不一样 过去的几年中国的女子单打 从张宁退役之后吧 08年之后也陷入了一个怪圈 就像王林拿了世界赛冠军之后受伤 然后王一函拿世界赛冠军之后 也没有能够延续下来 再加上现在王世贤好像状态也不太好 我看这次亚锦赛输了之后 在媒体上也有一个统计 他在最近的两年 王世贤在对阵国外的选手的时候 总体战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差 那现在李雪瑞 他从为新的奥运会冠军 可能也面临一个延续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从比赛的现场 一起来看来讨论一下 中国女单的延续性的问题 李雪瑞已经进场了 那首先 龚伟杰你觉得 王世贤现在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前一段 我记得他拿了一个公开赛的女单冠军 我当时还是感觉 他会走出前一段奥运会的一种阴影 可是其实我觉得 没有说一个输球就是不好 只能说了 他其实慢慢也是在寻找自己的 一种突破口 有可能就是 其实有可能说输 其实也是一种好事 如果你一直长期赢的话 你会被对手放在一个焦点上面 所有的运动员 或者国家运动员 都要针对去研究你 李雪瑞 中国 李雪瑞 中国 李雪瑞 今天对阵的是日本选手 高桥沙野家 高桥沙野家的姐姐叫高桥李华 也是一个羽毛球运动员 她姐姐是1990年出生的 她自己是1992年出生的 她们最早在游泊杯上 曾经也是取得过冠军 但是早期 然后这些年首先是女双 然后这些年朴珠凤去了之后 男双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女单是一直有一批选手 这一批选手 我觉得日本的女单选手 就刚才谈到的男单的比赛里面 虽然她可能最后她也是输的 但是让你赢得特别费劲 让你下回一看抽签 一看抽签看到她的名字就头疼 才起码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会的 因为曾经他们女单碰到日本选手的话 他们也会觉得特别能跑 就我不会让你轻易打死我 我一定会让你消耗很大的能量 就是在比赛当中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 就是一个职业运动员 他应该是具备这种素质 因为你只有一直不放弃 你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日本羽毛球还有一个特点 在过去几年 他们出的女队里边美女也比较多了 原来女双也有一个 当时也号称是羽毛球界第一美女 运动员里头 对 日本的羽毛球是靠企业联赛 这是日本体育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点 我们去日本出差的时候 也能够看到在体育馆里头 还有日本的联赛的宣传海报 都是以企业队的形式来进行联赛 而且我记得他们日本队的话 好像不是全天在训练的 林雪瑞是来自重庆的选手 原来现在是在解放军队 唐学华和中波 双方过去交手过一次 日本的佐藤沙也加还战胜了林雪瑞 德国公开赛 日本的佐藤沙也加上 接下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在屏幕下方穿着橘红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队的李雪瑞 在屏幕上方是他的对手来自日本的高桥杀野家 李雪瑞一擅长他的速度就和进攻就很明显的 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已经看到了 现在屏幕上方的这边是有点顺风 其实顺地风对女单从直观上感受来讲 她这个影响是更大一些 一般水平相当的时候顺风的一方就非常非常难打 5公里就可以为了 再次财献 3 1 这个速度确实快 因为用平高球控制对方底线 然后去抓对方的过渡 这个球就看到双方之前的交手记录 高桥还在上一次交锋当中赢了李雪瑞 所以今天就看李雪瑞是 虽然因为复仇这词有点大 但是其实就这意思 上一次你赢了我 我这回一定要赢回来 而且这次参加亚颈赛李雪瑞了 他也说了他这个冠军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 3 4 7 4 四比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一个半场球 发球直接出检 在铝丹里面其实 更多的是发高远球 因为它更容易拉开对方的位置 因为他们相对人力都很强 一拍不可能能进攻时 像李雪瑞他更发球 喜欢发短球 是为了更好的是发阶发的抢攻 前几拍 好 从左童山野佳这次比赛前头几场的战绩来看 确实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李雪瑞显得有些着急 左童山野佳在前面上了中国的蒋燕角 2比0 21比18和21比19 然后他又胜了泰国的拉查诺英泰农 这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 但是高桥山野佳是2比1战胜的对手 边线的判断有点犹豫 边线的判断有点犹豫 其实这两位选手的打法有点相似 往前控制的非常好 那是一个点往前 尽可能都是双方都在抢往前 然后穿造自己的进攻 尽可能都是双方都在抢往前 这球动作的一致性非常好 我给你踢掉直线 踢完之后上网也很快 这个高桥山野佳在高球的他的下压 我觉得他的动作也比较让李雪瑞很难判断 其实两个人都是进攻型的打法 所以李雪瑞其实要注意自己的失误率 要轻易地去失误 我给你踢完之后 我给你踢完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半局比赛看出来高桥山野家面对李雪瑞速度上也并不吃亏 而且控制往前他控制的成功率还更高一点 但是这名选手是一个左手 反手往前放 放得非常贴 这拍正拍李雪瑞要抽对角其实战术还是挺好 双方这平球都有很多失误 篮网 平抽都有很多下网 这场比赛的胜者决赛里面将对阵王一涵 王一涵半决赛也是赢了日本选手 是一个日本的老将 广赖戎梨梨子 倒是两个人显得负担都不是很重 尤其是日本高桥 每一拍没什么心理负担真是敢出手 所以造成一些无畏失误 两个人其实都在用速度逼着对方 是 十二屏 十二回 十二瓶 十二新 现在还没推完 已经脚底下开始往后移动 一个动作没有做完整 就是连关下一个 林雪瑞将比分反超 这底线出界比较多 本来它就是顺风 这球自己给送出去 其实高桥沙野家 批对角也是一个特长 当然就是上网的时候 还是连接的慢了一点 一个主动的球自己失误 对角现在运用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沙野家 他还是打得太着急了 特别在一些机会球上面 虽然他是特别敢打 敢打也是一本双刃剑 搞坏了 奥利 准地 那个 顶 路 犹豫了一点 两个人其实有些失误也都很像 刚才李雪瑞反手往前推的这个球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回的太坏 动作还没完成 跟前面对方一个是比较像 因为他李雪瑞刚刚准备反拍出对角瓶球 出界了 这个速度吧 有点 在两个人都在一个极限的 就是两个都超出两个人控制范围的一个速度 自然铝的进攻率比刚刚陈龙他们的进攻还要多 这个速度都在极限上 两个人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双强者走 又是陈龙 wavelength 是陈龙 前面 六 比十六 噢 你 快 老是 了 兔总 你 王 这球非常顽强 但是最后这球还是没有打过去 没有什么手中反攻 双方的进攻都是属于 你死我活的 要不我就问你攻死了 要不当然自己也可能失误 想打手中反攻的几乎没有 没有防守起来的可能 两个人都是用速度在创造自己进攻 你快我要比你更快 李雪瑞还有点节奏 有时候还换换球 那个是一根筋 反击 所以说是李雪瑞沙克追身的时候 高桥赛也加这一排防守比较到位 防守看来 那个追身球 赛也加的 其实还是挺全面的 18比17 高桥赛也加领先一分 这局双方速度都打得很快 所以铁能消耗也很大 那这局的胜负 再加上心理的影响 可能对输球的那一方就更大 因为高桥赛也加的正手底线 好像不防得比较慢 这台球 这台球还是打在死角上的 其实刚刚这台球有一点风把它带进来 测风 上一家的失误 20比18 突击一片 勾对角 这一双中半场造成高桥赛也加回球下网 最后李雪瑞是联赢4分 21比18 上了第一局 其实高桥赛也加这一局输得也挺可惜的 李雪瑞是把握好了关键分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我们现在回到比赛现场 大家继续来看在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 进行的2013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今天进行的是半决赛 在明天将会进行决赛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女单半决赛的第二场 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李雪瑞 场上穿着橘红色运动服的这名选手 对阵日本的高桥赛也加 第一局李雪瑞是21比18 险胜对手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王一海来争夺冠军 这次比赛也是 大家很关注的 羽毛球的头号新闻人物林丹 复出之后的奥运会之后 复出参加的第一项赛事 但是林丹只是打到了八强 然后碰到队友 就没有再打了 他在八强的时候 对待的是中国队的小将 来自广东的王正明 没有进行这场比赛 这场球双方的一场女单的比赛 前面的第一局速度打得非常快 最后李雪瑞赢下了关键分 17比18落后的情况下 连赢了4分 空位节最后的关键分这几分 体现的是一个心理上的 有一定的运气 我觉得第一是 就是不存在运气 还是在心里 特别是在18比18的一个多拍上面 然后李雪瑞取胜 其实这对一个运动员 他的体力消耗特别大 然后他对后面的几分球 他会确实会有影响 而且多拍 往往你看多拍赢得 赢那一分赢好几个 对 每次都这样 不管是李雪在关键分上面 还是在平常的时候 所以在多拍 所以说经常出现多拍运动员 你看都在拼命地救 不能轻易去 就失去每一分 对多拍出现之后 就变成这一分就比较大 对 大家都能够意识到 对 我认为体力消耗会特别大 但是可能有人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对于赢球的这一方 他体力消耗也很大 但是心情愉快一点 以至于他后面的心理压力小 因为我这一分 比如说我打了三十个来回 然后最后我把李战胜了 我就觉得我会比李后面更强大 其实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 我打起了 identify 对方队 我打断拜斯 杭治 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再打麻烦了 有时候我看着 在一块打球的其他场地 有时候我经常有一个感受 就是像高水平的 像你们打到国家队主力的这种水平 世界水平 打得棋风队口的时候 收获很多 一场球打下来不管输赢 打得很开心 有很多水平很低的初学者 哪怕比我水平还要差的 我看人家只要起舞相当 打得也非常开心 这个场上的那种 就打完一个好球的 叫好互相鼓励 好像也不亚于一场奥运会冠军的争议 最主要是因为是个竞技体育 它存在输跟赢 只要你把 就是说我们要算比分的话 那肯定赢得这一番 就是会更开心一些 我觉得这也是羽毛球 就作为运动 体育运动每身带给人的 一个基本的快乐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输赢 而就是这种 当你参与到其中的时候 无论你是高水平的 还是低水平的 都能从中得到乐 我的感觉就像我们看来 不够打的 人家打得也特别开心的 对 如果你要想 就是后期的 就是可以发展的 就是越来越好的话 还是要在一些握拍 和一些技术和动作上面 所以还是要多揣摩一些 对 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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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看到刚刚安利雪略的 投顶P对角球 因为呃 他你要记得一定 你的移动一定要比球快 你才能得到主动的机会 想得到做不到怎么办 呵呵 多练 还是要多练 然后其实打到后期 就是快碰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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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咱们在前面的转播当中说了 提高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个多练 和 而且多和比你水平高的练 我看我微博上有一个 可能说那高水平的 不愿意跟我打怎么办 这倒确实是一个矛盾 你水平高 你也不愿意跟比你差的人打 这倒确实是这样 嗯 嗯 因为你跟高水平的打的话 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 嗯 然后你就会结合自身去改进 加油 但是水平高的人 他说自己不是 人也愿意跟高水平的打 嗯 他也不愿意比自己差的人打 也不是特别愿意 真是一个矛盾 这只能靠平时请人吃饭 呵呵喝酒 看他头顶杀对角 从杀球到回拍 其实经常很多爱好者 他经常打完球之后 他刚发完力 他就把拍回去 整个力都还没送完 所以一直始终都在自己 消耗自己的力量 就是自己跟自己 对较劲 对很多 这场球打的是非常有年轻选手的特点 虽然其中的一方是奥运会冠军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 确实很像一场青年比赛 就我觉得青年比赛当中 就是这个选手在场上显得 就给人感觉是他没有什么负担 对胜负 但是其实他对胜负是有负担的 但是在场上表现出来 就好像他无所谓 一个直观的就是失误特别多 还有尽可能发挥他所有都要记上去 就没有控制 就是大家都在比数字 但是没有这个不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 这边的一个千砂是直线 11比9 打球是一个很动脑子的一个事 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发现 对方他什么球打的好 你就避开 他什么球打的不好 你就多打 可是特别难做到 因为我终于说了一个 我说出来你说难做到的 前面都是你说 这应该这样 我们说做不到 因为都是相互相成的 因为我在限制里的同时 你也在限制我 但这就是对抗的乐趣 对 在很多英文修爱好者里面 他们会觉得我球打得平 就是我打得越快 其实是好的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打得越快的时候 对方也很快 也不可能过对方的头顶 或者是调动对方的跑位 除了过头球和糊涂球的掌握 还是需要平时带着意识去 尝试地去用 动一动脑 对 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 最终还是回到一个 就是你的对抗水平 在大家在球友们 互相打球的时候 肯定谁都希望 能够相互的不断的提高 今天我赢你 明天你赢我 还是在对抗水平 对抗水平来决定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 大家爱好者 我觉得球友们 如果是你平时打球的圈子非常固定 这个水平提高起来也很难 就你这一圈里都八到十个人也好 甭管多少人 只要你基本上是这些人老在一起打 最后打打打 大家的风格和水平都差不多 因为你慢慢都了解 对都固定了 这球就没过头在这边缆下来一个缆了 早上自己手忙点了 结果林水平也挑出了底线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13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这是这周的世界与台湾比较重要的一项赛事 那每年的亚锦赛和欧锦赛也基本上是先后来进行 这次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应该有八成的主力 80%的主力选手都参加了 包括奥运会之后一直没有比赛的林丹 这次也参加了比赛 他在之前呢 先后战胜了其他代表队的几位选手 没有碰到特别知名的运动员 在八强的时候碰到王正明 弃拳没有再参加 王正明在随后的比赛里面输给了杜丰宇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女单的半决赛 今天进行的是半决赛 明天进行最后决赛的争夺 这一场李雪瑞对阵日本选手高桥沙野家的比赛 胜者将和王一涵在明天争夺冠军 这次比赛打到现在呢 四个单项中国选手都是进入最后的四强 而且也会有比较多的选手进入决赛 但是在南双这一项上 蔡云傅海峰没有参加的情况下 四强里面没有中国队的运动员 这样的失误还是太草率 好了 真正任 加油 十八 加油 看这点突击解脖 看这点突击解脖 我们的机会全部瞎扬 加油 加油 其实两位选手都可以说是 一直朝着每一个很雕酸的角度 在处理球 这场球打得不太像两个少女的比赛 都非常凶出了一球 两个野蛮女友在这儿 处理球队太凶快了 有要求质量太高了 刚才前面我也说 这两个人的打法很相似 而且今天还都队上了 针尖队卖忙 你胸你速度快我比你更快 你胸我比你更凶 对 半场球 双方在这个追求虚核和速度上面 往往激烈了每一个球的到位的质量 在场上有很多球都打得不是特别到位 给自己防守也造成非常大的难度 十七比十五 高桥晒野嘉在现在第二局是领先两分 第一局李雪瑞也是在双方胶着的情况下 最后联赢四分 来看看这一局 推球盘接耐 一般说控制对方两底线会加一些保险 你别照着对方线打 照着线里头一点 特别是有风向的情况下 刚刚这边是有点侧风 所以说吹进来还是很正常 追回来一分 一到关键时刻 高桥晒野嘉的手上还是比较发硬 在双方上一次交手呢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高桥晒野嘉是赢过李雪瑞 这是双方的第二次交手 四众一扎 这个是有点大厦 我看哪个我们也会看来 对方四众一扎 受到一扎 给我们的车一扎 我们的车锁 就可以了 你也会有点儿 我看这个帮胶 只能了 帮我们的车锁 但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机会 如果再耐心一点再拉开一下 所以往往进攻的选手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正手底线过渡球出界 19比17 连续两拍失误 现在这个唐学华 女单组的老教练 高桥山也加这个挡网还是差一点 挡网的力量掌握都不是特别好 18比19 其实往往到这个时候 你很多东西就场外教练告诉你要怎么做的话 你还是就是心理上很难做得到 好 双方争夺控制往前 看见失误 20比18 高桥山也加的局点 所以沙也加这边是利封 在这推球上会比较保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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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攻了 效果一断 接发球直接抢入 但是对对方打了防球反击 高桥山也加 高桥山也加搬回了一局 比赛 就是说两个野蛮女的比赛真挺小 都在拼 现在双方打到了决胜局 稍后我们再来看决胜局的比赛 好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回到2013年 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比赛现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半决赛 今天是女单的半决赛第二场 在屏幕下方穿着橘红色运动服的李雪瑞 对阵日本的1992年出生的选手 高桥山也加 双方前两局是打成一比平 双方打得非常激烈 两局都是很接近的比分 接下来到了决胜局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王一涵争夺冠军 上来还是两个人都不带犹豫的 发接发 嗯 你雪瑞抓得更谨慎一些 3比0 4线判戒内 有点改了 4线判戒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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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这个打法特点除了自己的先天条件之外 跟自己小时候接受的启蒙教育 就是最开始的启蒙教练的影响 或者小时候受的影响有没有关系 除了你的条件之外 我觉得还是一开始是你的条件 然后教练会根据你的条件或者你的打法 来帮你去进步 我感觉现在好像纯进攻型的打法 好像在现在的比赛里面越来越不吃香了 就是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得更平稳一点 打得平稳的人 我只能说他没有绝对的爆发力 他没有进攻 所以说他才要学着去平稳 但是我有时候 我有些球友也应该算是进攻型的 确实有突然跑到爆发力 但是我觉得好像你跟他熟悉了之后 你可能一开始跟他打 你觉得他的速度杀球的威胁都很大 但是熟悉了之后 你知道他很厉害之后 好像也不是说 当然水平本身不是说高到不能打 是差不多一个范围之内的 我觉得如果纯进攻型的打法 有的时候一个他自身失误很多 但一个对手对他了解了之后 他有习惯对他的线路有了解 好像也确实不是特别容易赢球 因为自身失误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缺点 我觉得对于很多进攻型的选手来说 你可以看往往到后期的进攻型的选手 他会慢慢的多一些技战术出来 还有可能说反式反击 或者是主动的创造进攻 就是其实自己还是得提高 对 还是要通过一些战术的意识的改变 然后来提高的 可是能主动进攻的选手的话 他在关键分的使用上还是比较吃香的 所以现在这两位选手就是 其打法就是我用速度来创造机会 然后再看谁的失误比较少 速度装球要再次出减 所以羽毛球这个项目就我们说男子项目 过去的 因为今天这场球正好两个选手 李却瑞和高桥赛宜嘉两个人 都打出了这个女子比赛 女单比赛不多见的对攻的场面 对 所以让我想起过去其实在 原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好或者更早 其实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 女王球是进攻型的选手很多的 尤其一直延续到新世纪 到雅典奥运会之前 觉得都是进攻型选手 赚多数 像那个时候 熊国宝 像韩剑 这些还有富国强 马来西亚的 像这些老的选手 拉掉型的属于异数 就是大家都在打进攻 牛皮藏式的打法属于少数 但是现在好像进攻型的选手 就变成少数 牛皮藏式的打法就变成了多数 对 相对来说是这样 相对像男单里面来说了 现在这一批里面 你说纯进攻的那个 相对爆发力强的 好像确实比较少 对 比较少 像比如说王真明的打法 他有一拍进攻 可是他不会主动去参照进攻 他也是把对方拉开之后了 等对方出球之后 我抓对方的球来借力打力 偏多一些 李雪瑞领先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那这可能也是造成现在的 羽毛球的观赏性下降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没有进攻型选手 全是靠控制 全靠好多拍 这个确实 如果人人都这样 确实是不好 肯定是不好看 其实从历史上的这些天王级的选手 能够被羽毛球爱好者记住的 你从当年林水晶到赵建华 再到陶飞克 都是进攻型 对 你要有进攻 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像杨阳跟赵建华 比当然杨阳的诚意要稳定得多 但是我觉得爱好者 更多记住球的还是记住赵建华 因为两个人的风格就是有区别 当年林水晶 cleared 설人了 特迸 其实这个速度太快了 最后有些技术也不太容易能够有把握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 你的整个技术就不会特别稳定 跟开车一样 你用60倍的速度过一个弯 你环车260 这个弯就要翻车 这就很可惜 其实经常爱好者他们会问 勾球怎么勾 有很多人其实 曾经我看到一个就是 在外面就是学球员 然后教他们的勾球是 虽然是很容易勾 可是整个握拍都是全部错 业余比赛 业余爱好者经常有这样 业余比赛也不能看动作 有的人动作很难看 但是球还挺厉害 不是说你动作难看的 就一定会输 不像 可是如果动作不对的话 确实会造成一些 关节上的一些伤病 那天我昨天去打球 我还跟别人开玩笑 我说这两个人是挺有劲的 我只能等着他们受伤 我跟那个 也许是挺有劲的 第三局发一个发高球的节奏 一个发完前 那这场球就这么快的 还是体现出来高桥晒也将在这个发接发的环节不够细致 带一个滑板突然推了一个对角 抽了一个对角 造成对方回球出界 17比11 双方的分差6分 挺往前 其实有时候 刚刚李雪略的一个推对角球 其实他没有过多的去滑拍 他主要是我把拍面举起来 然后呢 他的动作很小 当对方要他判断觉得他要往前冲的时候 他突然推了一个对角线 还是每一个机球引判要早 对 要比球更快 就提前 有时候跟高水平的是能够就是这个 有一定是技术基础的人打的时候 是打的时候你能体现出来 就我们是就是你说的上去就打 到那就打他别人是有动作的 在场在在这个往前也好 后场也好 他是有节奏的 这种东西 就是必须在场上有切身体会 你被对方给打疼了之后 你才能体会到这个差别 反倒就始终是赢球 千万不要去等球 这球 反拍过度底线没有到位 但是这球高桥沙野家也没有测过身了 这就是他步伐没到位 所以到其他这个皮线的话 身体根本没有转过来 尝点 没突击 李雪瑞拼下了这场比赛 但是2比1战胜了高桥沙野家 这场球呢 在第二局高桥沙野家虽然是赢下来 但是体能上消耗比较大 到决胜局之后 李雪瑞是先在逆风的这边打 这样在决胜局 他也是占据了一定的有力的优势 一个是体能上面 再一个就是一开始 他这个挑边 所以在决胜局 李雪瑞还是顺利的击败了对手的 击溃了对手的反击 拿下了这场球 这样李雪瑞将和奥运会的时候 决赛的对手王一涵 一起又出现在亚锦赛的决赛赛场上 决赛是在明天进行 明天下午两点半 体育频道也将开始为大家直播 亚锦赛的决赛 稍后将会进行混合双打的比赛 是由奥运会冠军张楠和赵云磊 对阵中国香港的一对选手 李静希和周凯华 稍后我们再来回到第一次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